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U9队长李文汉 今天我要做的是乐鱼视频特别策划 U9青春大解密 之前不是练游泳的吗 最黑的时候应该比我黑吧 因为我特别喜欢去泰国然后钓鱼 然后晒了整被子脱皮了 那你说有没有最黑的时候比他还黑 没有 其实就是我们大家自己就是选自己喜欢的头像很巧 然后就选到了一起 我演示一个那个柴选的微笑吧 搜里边和相关微博 觉得自己眼光超好的一次是 隔壁泰山那一次吧 选的成员然后大家都敬了 尽耐我觉得我的眼光还是不错 为了防止玉水头发就变卷 做了哪些努力 前不久刚去做过离子汤 没想到这头发比较顽强 还是还是会卷 破干破摔了反正卷就卷吧 对于别人是养成 idol但李文汉是养成粉丝你想说 要记得多喝热水 如果同时拥有柴犬和柯姬 请为她 他们在家中 地位进行排序 我心目中的排位 柯姬柴犬 我妈 我 然后再我爸 我们在迁循毕竟是兼来的嘛 柴犬的话 我现在正在让我爸妈去养一个 但是他们一直就不同意 我再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假意 请说出看到自己的搞笑黑历史 内心而思识 谁还没有个黑历史呢 过去都过去了 给大家带来快乐是 我应该有的责任 请说出看到粉丝千奇百怪的入 很理由第一反应时 肯定会特别特别开心 他如果是喜欢我沙雕的话 这就是我的性格 我也不会去就刻意有什么包袱什么的 没有必要 喜欢我在舞台上的话 那就更开心了 就是因为我一直是渴望着有舞台嘛 感谢大家能就是那么认可我的能力 何长熙 我想问你 你为什么老是做这个动作 这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还是说只是为了做而做 你怎么可能